新冠肺炎現在有各種的變種病毒了 包含像是大家熟知的英國、印度、巴西等等的變種病毒 尤其是印度變種病毒Delta來勢洶洶 所以其實大家來討論說 是不是要民眾接種第三劑會比較有效 還是說到底疫苗真的有保護效力嗎 像是法國的巴士德研究院 他們就根據了接種過疫苗的人的血液樣本 發現其實疫苗對於Delta病毒還是普遍具有阻絕的效果 他們是根據了AZ跟輝瑞的接種者 其中發現說如果你接種一劑的人 針對Delta病毒還是可以勉強有抑制的效果 如果接種兩劑的話 那麼當然他的保護力就會增加 所以也足以消滅Delta病毒 但是另外也發現 我們知道說其實已經得過新冠肺炎的人 他們自身會有一種抗體 所以說這個自身抗體 到底對Delta病毒有沒有效果呢 他們發現如果你沒有接種的話 其實還是明顯這個效果是減弱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接種過一劑之後 抗體再加上這個疫苗 確實保護力是提升的 所以也證明說 就算你有得過新冠肺炎 有自身的抗體 還是要接種疫苗才是比較有保護力的 所以其實總結就是 其實疫苗還是抗疫的 最佳的一個保護力的方法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